好了,我想这些东西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这么多的水,还有冰激凌冰块什么的 我就不信还不能克服它 这次我一定会成功的 那么大家祝福我吧 不过我说了这么多,好像还没有给你们解释 那么现在就让我来说明一下 事情的前因后果吧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听说我们的村附近出现了一个熔岩状的村庄 我先进去看了一下 发现那里面是真的太严重了 我连一分钟都没有坚持住 实在是太热了 整个城镇就像是一个大热锅 但是听说那里面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怎么说呢 突然就感觉充满了干劲有没有 不过你们不要误会啊 我只不过是想要进去看看情况 绝对不是因为什么宝物之类的 好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去那个城镇看看具体的情况吧 好了兄弟们,就是这里了 看到了没有,是不是非常的壮观 光是靠近这里就感觉到了十分的炎热 不过光是这么一点温度 是不可能难得住我的 前进 加油 嘿 这里村民 怎么说呢 感觉和普通的村民有一点区别 看上去似乎更红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嘿村民 你好啊 请问你们村庄这是什么情况啊 嘿等等 看你的这个模样 应该是外地人吧 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我可告诉你 我们这里可没有什么宝藏之类的 卧槽 你怎么知道我是为了宝藏 难不成你们这里的人还会读新术 能够直接看破对方的心灵 你搁这儿拍科幻电影是吧 像打这种旗号进来的 这周已经有八九个了 你该不会也是为了什么宝藏吧 嗯 呃 这 不不不 怎么可能呢 我只不过是想下来观摩一下 嘿嘿 是的 就是这样的 好了好了 现在我看看这四周的情况 嗯 话说他们的宝藏会藏在哪里呢 嗯 该不会是某个屋子里面 这看上去好像是某个家伙的房子啊 啊 或许不是这里 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这里十分的奇怪 有一股莫名的熟悉是什么意思 嗯 这里的布局总感觉和我们的村庄差不多 算了算 不管这么多了 我们还是来玩一点有意思的东西吧 嗯 嗯 就比如说我刚才向他们打听到了一个消息 他们的农作物居然是用岩浆长出来的 What What the fuck 就先这样 将这中间的石头全部挖掉 然后再倒入岩浆 只需要一段时间 就能够长出一种奇怪的东西 哦 哦 比起这个 我果然还是更想知道宝物到底在哪 哈哈哈哈 虽然那个家伙说什么根本没有宝物之类的话语 但是这种东西谁会信呢 嗯 所以说绝对藏在某个相对来说安全的地方 哦等等 这里是什么地方 刚才好像没有见过的样子 这个布局不知道你们猜到了没有 我感觉这应该是特定的关卡有没有 慢着 关 关卡 宝箱 也就是说宝箱就在这里面 哦 好吧 我果然是个大聪明 所以这个宝箱我拿定了 就这么一个关卡 拜托 这种东西不是小二科吗 我三岁就会闯这种关卡了 完全就是没有一点难度好吧 只不过是看着虎人而已 看到了没有 直接心平气和 别说下面是岩浆了 就算下面是再厉害的东西 那又怎么样 跟我无关好吧 完全掉不下去 这就是一个经验独到的冒险家的自信 最终一步 信仰之乐 看来是史莱姆 好吧 我看到宝箱了 不过这里面的东西 好像不那么厉害的样子 至少不太符合我的预期 算了 至少还是有收获了 难道不是吗 好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还是赶紧溜之大吉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